hello大家好我是阿芝 今天我要去干一件我之前从来没有干过的事情 我老公说今天这个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就交给我了 因为之前每次提车 都是他带着我们这边的客户去提车 今天他说让我自己去 万一他到时候出去工作了或者干嘛了 他说提车我都不会 那个流程我都不会走 所以他说今天让我去试一试 那个客户已经在里面等着了 我现在差不多马上带他去提车 他签的是半年的北汽 我要带他去那个北汽的提车点去提车 然后还要带他去验车 看那个车情况怎么样 现在差不多叫他就出发吧 早一点过去早一点拿到车 现在的心情有点紧张啊 毕竟是第一次嘛对不对 我到了提车的地方 看我停车真的是结了 现在在里面看合同 好久没有开过这种新能源的车了 今天来感受一下 这款是新车 这就是这辆车整个的外观 这里有四台车在这里弄 做保养的做保养 提车的提车 这个在做保养 这个车 我看一下 不是这个是新车 放在那里 放在那里时间长了呗 没有洗啊 洗过之后就好了 天天洗的车下大雨 我发现我真是个傻貌 导航给我带拼了 居然带着我上高速 我的天啊 十公里让我上高速 我简直要崩溃啊 下高速 后接收费站 我的天哪 回去会被吊死 交费 自助交费 哇 终于到了 我把车停在这个停车场这里 我真的觉得这一路回来啊 让我走了不少的弯路 我真的觉得 就是让我走了 高速不说 还让我在 明明快到家门口的时候 我又走错一个路口 明明在那边可以直接右拐的 我没有右拐 我走到直行道 然后多走了两公里 我真的就是觉得我服了 有导航都能把我带拼的这种 我感觉我简直就是个路痴 我回去跟他讲 估计他会骂我是个傻貌